寺慕以纪上第二十一章 撒暮以纪上第二十一章 达未就动身走鸟 约纳堂也回到城里 达未去诺布 到鸟阿希密勒喀斯祭那里 阿希麦勒赫战战兢兢出来迎接达未,问他说,为什么你一个人来,没有人随从你? 达未回答师祭阿希麦勒赫说,君王今天吩咐我一件要事,曾对我说,我派你,吩咐你去作的事,别叫任何人知道,我已经和我的同步约定了在某处见面。 现今,你手中若有五个饼,请给我,或给我别的什么东西? 达未回答师祭说,当然,我门戒绝了女色,我出征时,同步门尝试新结的,这次上路虽为了俗目,但今天他们仍是新结的。 于是施祭就将性饼吸了他,因为那天在那里没有别的饼,只有公饼,即由上主面前设下来,为令换上新的公饼。 那一天,在那里正有撒乌尔的一个神陆留在上主面前,名叫多厄格,厄东人,是撒乌尔的事为长。 达未有对阿希麦勒赫说,你手边有没有一支枪或一把刀,我的刀和我的武器,没有带在手边,因为君王的是很紧急。 施祭答说,有你在阿拉谷中所杀的那培勒舍得人哥勒雅的刀,看,用外衣包着,放在阿弗得后面,假使你愿意拿去,就拿去吧,因为在这里没有别的达未答说,没有像这把刀更好的鸟,就请你吸我吧,施祭就吸了他。 那一天,达未起身,逃避了撒乌尔的面,到了加特王阿基士前,阿基士的神陆对黄说,这不是国王达未吗,在歌舞中所歌颂的,撒乌尔撒了一千,达未撒了一万,不就是他吗? 达未细想这些话,在加特王阿基士面前感到十分恐惧,于是便在他门前装作傻子。 在他门中阳作傻子,乱敲门户,胡桑上留着疼妹。 阿基士对神陆说,你们看,这是个傻子,为什么送他到我这里来? 难道我缺乏傻傻子,你们警令他到我这里来,向我发疯,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我的宫室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